对于张德明事件 吴四道有过一段极为经典的论断 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 吴四道甚至另辟袭净 将张德明所言八王大 八大王测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大王吧 只是大罪禁邀的吴四道 毕竟只有一位 对这类鬼话深信不疑的朝臣 却大有人在 正如黄四字应征的担忧 可鬼话说多了 新的人也就多了 新的人一多 鬼话也就变成神话了 连皇上也说多少代表点民意 我真怀疑啊 皇阿玛是不是真的老了 也就是说 这出鬼喊追鬼的戏码 还是取得了预期效果 甚至连英明睿智的康熙皇帝 都很有可能被蒙在鼓里 被黄八子硬似蒙蔽 只是康熙皇帝果真被蒙蔽了吗 我们来看吴四道的说明 当今的皇上 真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圣主啊 谈老人家上通天文 下之地理 对儒学的各门各派 都是深究其理 入目三分啊 而对左道旁门 历来就深恶痛绝 一位如此英明 一位对旁门 左道如此深恶痛绝的圣主 自然不会被这些雕虫小姬蒙蔽 只是这一次 皇上为何对那个姓张的术士 就如此宽容呢 其实 康熙皇帝在当时 就已经给出了解释 黄八子硬似将张德明 交给康熙皇帝以后 康熙皇帝有一段态度表述 请注意 康熙皇帝的这句话 这真就是康熙皇帝 对江湖术士的态度 当然不是 其实 这段话是康熙皇帝 对黄八子硬似的敲打 而且硬似还没听出来 如果康熙皇帝下令 严查张德明事件 势必会引起朝野议论 甚至会把这件事 弄得天下尽知 如此一来 这件事能不能查清 尚不可知 但黄八子硬似的天生皇帝命 是铁定会深入天下人心 也就是说 康熙皇帝越是看中这件事 黄八子硬似就会越上劲 就越是硬似想要看到的结果 但如果康熙皇帝见怪不怪 将这件事的影响扼杀于摇篮之中 那么硬似的目的 不就奇怪自败了吗 很明显 康熙皇帝对这件事的暧昧态度 并不是硬似想要看到的结果 所以 他还得继续加码 如果康熙皇帝刚才对这件事 还有着怀疑的成分 但黄八子硬似的这段话一出 他就能确定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就是黄八子硬似本人 表面上看 硬似的这段话很符合其贤能的一贯表现 更是其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的正面形象 只是认真想来 这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吗 就连康熙皇帝都没在意张德明对一举储君造成的影响 黄八子硬似真就那么贤明 唯恐张德明会为自己拉来太多的建章 拉倒吧 都是拼命夺敌的皇子 你装什么愿为贤王 惊怀磊落 只是坑西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 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八哥能有这个态度很好 啊 惊怀磊落 其实正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 那就是江湖素氏的话 也不能一概视为妖艳 因为他多少也能代表一些名义吗 这是康熙皇帝对皇八子印刺的支持态度 或者这是康熙皇帝对三位尚书房大臣的暗示 提醒他们都来支持印刺成为新任储君 恰恰相反 这是康熙皇帝给予三位尚书房大臣的隐晦敲打 凭什么处罚张德明 他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 朝中官员甚至是尚书房大臣 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官职路位 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而拼命支持皇八子印刺吗 这些官员的意见自然不能算是谣言 当然也是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不过在康熙皇帝眼中 也只是妖人 只是鬼话罢了 说白了 这就是康熙对三位尚书房大臣的直接警示 你们中间有没有张德明 好自为之 康熙皇帝的敲打 三位尚书房大臣听懂了没有呢 深通上意的张廷玉自然不需要提醒 摇摆不定的马骑 也只是跟在佟国伟的身后而已 所以只要明确了佟国伟的反应 就能明确康熙皇帝的敲打目的 有没有达到 当天晚上 佟国伟就召集了诸多朝臣 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通过为一个追随康熙的时间远超张廷玉的老臣 对康熙的了解还能比不上乌思道 就连乌思道都知道 康熙皇帝对旁门左道历来深恶痛绝 佟国伟会不知道 如此拙劣的鬼喊捉鬼荒唐戏 佟国伟真就认定已经瞒过了康熙皇帝 其实正因为佟国伟领会了康熙皇帝的敲打 才会有这样一道命令 别忘了康熙皇帝的明令 在今四平以上 地方二平以上的官员 均能择贤举荐 佟国伟为何非得安排手下 公哲联明举荐黄八子印刺呢 一旦公哲联明 就势必会触及康熙皇帝对捧党的忌讳 佟国伟难道会不知道 如果佟国伟真明确了康熙皇帝对新任储君的末定 还能如此冷静 为何不跑到八爷府给自己弄一个第一拥立功臣 其实 从康熙皇帝处理张德明事件的态度 佟国伟就已经能够明确黄八子印刺没戏了 就已经开始为同事家族后辈的崛起布局了